今天台股又是受到国际利空的冲击 等等 王同会讲给你听 好 我们先开始正式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2年2月24号星期四 我想今天大盘最后跌了461点 大家看着又害怕了 又完蛋了 那我今天解盘前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这也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年轻人都不知道 尤其是看一些年轻人老师 那不用看了 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这段时间 我们回想一下 时间点我记不太得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总统是美国总统是布希 布希曾经去打了伊拉克 去打伊拉克的海山 有这段历史 各位还记不记得 那么在打之前呢 也是一样 伊拉克的海山呢 每天跟美国布希在叫嚣 你要么 你敢不敢 你敢就来打 要你不打我 我打你啊 就在叫嚣 然后我们国际的金融市场也跟得随波起舞 海山一放话就下去了 海山一讲好又上去了 哇 海山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阻力 好 等到一旦开打的时候呢 全球股市全面上涨 你们那时候可能都还忘了这段历史 也许那时候大家心里面都在怀疑 奇怪了 为什么一打会全面上涨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人家在发战争财 你们现在清懂了没有 我们用个最白的话来讲 一旦开打 也叫做利空出尽 因为你不知道的原因都消除了嘛 都知道了嘛 就是弩死嘛 就顶多弩死嘛 那么这一次乌克兰跟俄罗斯事件 这个我们不能讲它是一个大事件 它顶多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冲突 局部地方 那你要跟当初伊拉克海山的情况来比的话 还差很远 所以那时候蔓延的情况是 波及到整个中东的局势 现在不会啦 现在没有什么关系啦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台股今天就是超跌了 今天我解盘前先送给各位四个字 遍地黄金 每当你听到王总讲遍地黄金 哪一次错过 但是 但是明天还不会有立刻的反应 明天还会稍微再整理度一天 所以你明天是赶快上车的好机会 那要买什么呢 给你看一下 来 666千点行情启动 我们有个优惠 速播专线02-6630-321 02-6630-321 我今天直接讲好了 我们今天就已经买进了一档了 就已经买进了 因为太多人看不懂嘛 杀杀杀 我今天直接告诉你遍地黄金了 够了吧 再来呢 今天大家也许会讲啊 我们今天这个尾盘还出一个大量 那你看一下这个尾盘出个大量看到没有 看到没 好 尾盘出个大量 然后这个大量干什么 大家都要杀股票啊 错 今天是负实指数结算 所以今天尾盘的出的量 根本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你看一下2330台积电 从608打到604 副实指数结算 所以人家知道你要出 我就让你卖在低点 这种案例玩了好几次了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没 都懂了 好 都懂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看一下啊 今天王瞳的盘讯给你看看 2月24号9点17分 大盘下跌116点开出 今天又是受国际利空冲击 大盘也是地盘开出 开盘后还会下探 低点在17810点附近 结果今天低点比我预期中的还要低 来到多少 来到17561看到没有 这要杀过头了 这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嘛 你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事件关台湾什么事啊 他们越吵越好 因为这个事情我从头到尾 我都告诉过你答案了 这件事情的结局就是 乌克兰当然有受到伤害 俄罗斯是输家 美国是大赢家 因为美国他把他的天然气全部都卖出去了 所以全世界都要打什么仗 打金融仗 就是打金钱 最重要就是打这个 俄罗斯要打仗 他没有能力 他的时间撑不了一个礼拜 就兵荒马乱了 因为他国内的经济也不行了 所以我们台股今天干嘛 台股今天叫赔仗 赔仗最好 因为价格我们才有便宜货可以减 那要看啊 然后会慢慢拉伸缩小跌幅 今天可先观望一下 看利空反应如何 今天会收黑 但是告诉你 在一千八千点以下均为买点 你们要的就是要未来嘛 王总讲的是不讲未来 王总天天都写这样给你看 当然今天的误差比较大一点 但是误差大一点我还是给你看啊 这才叫预告未来啊 现在你们清楚观点了吧 预告未来不是用嘴巴讲嘛 今天给你看啊 2月24号礼拜四 今天尾盘出量 今天负时结算 压低 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了 既然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今天2月20号礼拜四 今天是利空彻底 你如果害怕 没关系 静待量缩 那你要再观察也可以 观察多久 一天 我讲到这样的还不够吗 那我今天讲盘的时候 我还需要告诉你几个案例 来我第一个比较告诉你这个事情 你看看这一档个股 高端疫苗六五四七 我把它打大一点给你看啊 你看清楚哦 来 在这一天 这一天 2月15号 因为2月14号出来个消息 高端获得认证 所以呢 高端就在2月15号跳空涨停 一价到底 那成交量1156元 成交价是265元 你看清楚哦 265哦 成交量就一千多张 那一天 全市场上大家都有高端 拍了解开看第二天 第二天开高 291.5 直接收盘杀到261 从高291.5 以后就开始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下到今天 今天低点是230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我讲这个用意 给你签的目的了吗 就告诉你市场上很多人 涨的时候都有 跌的时候通通不见了 你们还要再相信吗 那天跳空涨停 你买得到高端吗 你买不到吧 那解答干什么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 高端公司不错 但是股价不好 我讲的够不够 够不够清楚 他没有获利啊 你看一看嘛 我让你看一下 高端疫苗 去年前三季只赚了1.63元 获利什么 那股价炒了200多块 你前两三合不合道理 这个用你的智慧判断一下 相对的 你开一场购物 叫3545 敦泰 敦泰你看一下啊 去年前三季赚23.73元 看到没有 好了 我们现在回头要看敦泰一件事情 昨天下午5点以后 敦泰发布了一个重大讯息 说他们董事会公布去年的业绩有30.23元 去年赚三个股本 三个股本 股价才多少钱 3545 你自己看看 156块 本一笔几倍 5倍 再来呢 董事会也决定 从今天开始 要买进库长股4000张 都有消息的 你可以自己去看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得出来 敦泰一路都的红盘 当然这个地方有黑一下了 黑一下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盘不好 他那黑一下嘛 假如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只跌了461点 假如大盘今天涨200点 那敦泰不是涨停板的吗 那就是了嘛 那就截了嘛 对不对 那所以好坏 是不是要先看大盘 而不是一天看什么涨停个股 我就有 一不涨停一跌了 没有了都不见了 你们还要相信那些 你们相信 所以今天王同告诉你啊 利空彻底 近带亮说 近带亮说 对不对 那么今天大家 我们注意到牌面上 有一个特性 只要是27字头的 还有57字头的个股都上去了 下来看2705 哎这两个股 你们应该会知道 六福村 六福村已经长了一大段了 看到没有 已经长一段了 看到没有 那看2731 看看叫什么熊师 熊师也长了一段了 从这时候开始 这是开红盘以后 到现在我已经长了一段了 看到没 好再看2734 一飞网 旅行社的一飞网 你看看他是不是也长了一段了 对 好再看另外一个 叫2745 五福旅行社 五福旅行社 你看看他也是长了一段了 看到没有 那现在你看这些个股在动 你知不知道暗示了什么 就是告诉你 有些问题已经没有问题了 你不要每天担心那些打不打针 扩不扩散 不用担心那个问题了 你看这些个股都表态了 都表态了 所以王总常讲 一旦解封会如何 大家都来玩了 都来玩了以后 谁会收贿 旅行社 观光饭店 餐饮 这些一定会收贿吧 像今天还给你看5706 这两个股 凤凰旅行社 你看看 凤凰旅行社 这里没有画的 掌停板 那相对的 你可以注意5905 5905叫南能湖 南能湖 你看一下 还没有动 那这才是你要去注意的标的嘛 像王总这样的跟你分析 跟你解释 你应该很清楚了吧 哦 很清楚了 那现在我也告诉你 紧接的 我们的重心 就是要往内需股方面 去寻找一些好标的 这才是你要做的事 那电子股会不会遭殃 不会啦 你越打越好了 你怎么打 台湾都是受贿的 所以今天呢 根本上讲的 叫做乱跌一通 乱跌一通怎么办 哎呀好事啊 才能够大减便宜货啊 好了 我今天把你讲到这里了 那么我最后 必须要告诉各位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明天因为下午我要去上课 所以呢 我明天的YouTube节目 以及说码频道 我都暂停一天 包括会员的传统稿也暂停 第二件事情呢 明天过后 就是进入到228的连续假期 王童已经录制好特别节目 这次特别节目 就是请淡江大学研发长 王博昌博士来讲 能造钻石的工业上的应用 内容非常精彩 你们在礼拜六上午10点 就会开始收看YouTube频道 今天就把你讲到这里了 最后不要忘掉了 我们还是一样666千点行情启动 优惠案666千点行情启动 优惠案 数波专线026630321 026630321 我这里必须要讲清楚啊 这个千点行情 包括上去一千 下来一千 下来一千 上去一千 你会玩的会玩上四千 你会玩的话会玩四千 这要谁带你玩 你自己玩呢 赔四千 你不要赔四千 赔四百就出局了 好了 今天就把你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礼拜二 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投马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瞳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素波 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划冠头顾登记104金馆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 华冠头顾104年金馆头顾薪资第009号